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关于丧尸的电影 我是传奇 这是一个世间万物皆有情的故事 故事的开始,新闻里的医师正在接受采访 他宣扬自己能够利用病毒治疗癌症 但没想到不久后,这个病毒就发生了变异,流感瞬间爆发 而病毒瞬间像死神一般在这个城市里蔓延 转眼三年后,主人公罗伯特和他的爱犬山姆 驾车行驶在这个萧条的城市里 由于病毒,大部分人与动物都被感染成丧尸 而他正在四处搜寻幸存人类的踪迹 罗伯特在家中与山姆相依为命 但是每到夜幕时分,他就要紧锁门窗 因为窗外全是丧尸可怕的吼叫与咆哮 这是个充满丧尸威胁的城市 只剩下罗伯特孤独的艺人与生活抗争 而他每天的日常就是健身,用视频记录生活 或是用小白鼠研究病毒解药 他希望可以利用解药将嗓尸扁回人类 这天,罗伯特带着爱犬去往一家陈锋的印象店 做着日复一日同样的事情 他先将假人摆在四周 似乎想要缓解自己的孤独 然后开始爱家爱户搜寻物资 一到中午,罗伯特就要去码头播放玄人广播 等待有幸存者听到广播后能与他汇集 而这时,罗伯特发现了一只鹿 为了捕猎,山姆追了过去 然而却不幸误入了一个丧尸聚集的巢穴 一番殊死搏斗后,罗伯特救出了山姆 同时他发现,丧尸的弱点是阳光 而为了研究治疗药物 他设下圈套,成功捕获了一个女丧尸 而此时一旁的男丧尸却愤怒地朝他嘶吼 似乎在控诉着什么 按理来说,丧尸是没有感情和思想的 这一吼让罗伯特彻底懵了 回到家后,他将自己研究的血清注入女丧尸的体内 但女丧尸却没有像想象中一般恢复正常 这样罗伯特陷入崩溃 第二天,罗伯特和山姆照常许识这城市 这时,他发现自己曾经摆在烟箱店的家人 竟被搬到了另一处 他下车大声喊叫,却无人响应 接着他不幸踩到陷阱,被一根绳子吊了起来 两眼一黑,晕了过去 当他醒来时,一时黄昏 罗伯特拿着小刀割断了绳子自救 没想到却误伤了自己 正当他艰难地爬向车子时 黑暗中的生物开始活跃 罗伯特和山姆与一只丧尸犬展开了搏斗 山姆为了护主,不幸被咬 罗伯特赶忙将他带回家,为他注射血清 他倾服着山姆小声哼歌 没想到却撸下了一把毛 原来山姆还是不幸变异了 罗伯特痛苦落泪 恨下心将变异的山姆勒死了 但也从此失去了自己相依为命的伙伴 悲痛让罗伯特疯狂 为了复仇 他在晚上将丧尸们引到码头 似乎想要开车撞死他们 万万没想到丧尸数量太多 他寡不敌众 而就在这时,白天那个怒吼的丧尸冲了过来 原来他是这群丧尸的头目 似乎想要和罗伯特决一死战 而眼前突然爆发出了一束光 意识模糊的罗伯特看到有一名女性出现 女人救了罗伯特并送他回家 清醒后的罗伯特在厨房见到了救他的安娜和伊森 原来他们是听到广播后前往码头等待罗伯特 想要和罗伯特一起去人类最后的聚集地 统一意见后的三人准备去海边寻找船只转移 但夜幕降临后 大批丧尸追踪到了罗伯特的家 他只好用炸弹清理了一部分 但此时丧尸老大却冲进了屋里并袭击了他 他用枪支将其赶走 带着安娜和伊森躲进了地下实验室里 这时安娜发现实验室里的女丧尸呼吸静稳定了下来 尾随而来的丧尸也突破了实验室的门 源源不断的丧尸在头目的召唤下涌了过来 而丧尸头目直直盯着实验室 并疯狂撞击着防化玻璃 原来是他如此执着突围的原因 是因为罗伯特抓住的女丧尸是他的女儿 罗伯特突然想到了自己 当年在病毒围城时拾取的孩子 思索过后 他小心翼翼地将担架推了出去 当着头目的面缓解了女丧尸的病情 并向丧尸进行了道歉 在一生仰天长啸之后 丧尸大军终于撤离了 罗伯特从未想过丧尸已有感情 而这些丧尸曾经也是人类 他回头看着自己 曾经用于做实验的丧尸照片 不仅陷入了沉思 电影的最后 罗伯特与安娜姆子驱车驶向幸存人类最后的聚集地 车上张药拨着寻找幸存者的广播 此时的他们不再纠结于杀死丧尸 珍惜身边的一切 也许才是最好的结局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